- 愛盡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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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嗨 大家好 - 現在在錄製的是 8頻道的一個新的綜藝節目 - 叫做愛盡行蹤 - 這是一個全新的配對節目 - 又是配對節目 我跟這個配對節目實在是非常有緣 其實我剛出道的時候 就是有跟玉琳姐一起主持 新加坡一個非常有名的節目 叫做金童玉女一線簽 那年我才16歲 在目前為止我知道就是 我們的女參賽者都很強 她們的背景埋力都很了不起 現在的女孩子 她們背景就要強了一點之後 就會讓男孩子卻步 然後再加上 男孩子也有很多國外的可以做比較 因為我們現在的節目 都是跟網站上同步在進行的 所以你們除了可以看她以外 還可以在網站上支持她們留言 所以是公開的讓大家一起去參與的一個節目 所以她們可以說是非常勇敢的 在找尋自己的幸福 參賽者的每個素質來講的話 跟以往已經不同了 以前這個配對節目的參賽者 她們來呢年齡都偏大 都是比較屬於三四十歲 很迫切需要的那個年齡 然後現在的參賽者年齡都偏低 因為怎麼樣呢現在年輕人都比較會算 很多年輕人啊 25歲他們就在計畫 他們的對象是要從一而終 是要結婚的對象 所以來的參賽者都比較年輕 目前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我覺得那個 陳薇她滿美的 我看到她是我曬大調 這麼漂亮 細白嫩肉又年輕 少伴侶嗎 然後另外一個是 郁慶 郁慶她是一個非常開朗 非常有話題的一個男孩子 可是可能在她的生活圈子裡 也沒有辦法結交到任何的異性姻緣 所以她才會來我們這邊參加這樣的一個節目 這一集我們看好是成威跟裕契 希望我們有這樣的緣分 想要知道今天哪一隊參賽者會不會成功的配對成功呢 就要記得收看我們全新的綜藝節目 愛盡行中